你们大家既然都不喜欢我泽塔奥特曼了 我想我只好离开这里了 塞罗师傅 我有件事和你说 泽塔 怎么今天有空过来啊 哎呦 老了 老了 动一下就浑身酸痛 对不起 塞罗师傅 我要离开地球回光之国了 以后保护地球的众人就拜托你了 什么 泽塔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为什么要走啊 咦 那不是泽塔奥特曼吗 他怎么在加油站当清洁工呢 听说他的奥特勋章 被贝利亚那家伙给打碎了 现在没有光值能量了 啊 不是吧 那以后有怪兽来搞破坏的话 谁来保护我们呀 怕什么 不是还有很多奥特曼吗 多他一个不多 少他一个不少 好像也是哦 咦 小点声 他走过来了 妈妈你看 是泽塔奥特曼 我好想跟他合影握手呀 不要去 他现在都已经没有能力保护我们了 还算什么奥特曼呀 可是感觉他好可怜呀 快点走了 现在已经很晚了 妈妈还要赶着回家做晚饭呢 你好老板 麻烦来一串波波机 呦 这不是泽塔尔特曼吗 听说你没有了光值能量了 是真的吗 那真是太惨了 要不我请你吃波波机吧 不用了老板 蜈蜈蚣不受禄 我不能要你的东西 毕竟现在我已经没有能力保护你们了 加油啊 年轻人 要不你和我一起卖波波机吧 我以前常常觉得自己很厉害 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面对强大的敌人也不会退缩 能轻松解决他们 但是我好像错了 我也会被打败的一天 也会被小伙伴们嘲笑 我想我应该是时候要离开地球 回到我的故乡去了 泽塔你好好想想吧 难道这样就气奶了 我赛罗没你这样懦弱不堪的徒弟 难道你忘了吗 地球有危险的时候 你都是第一个冲出去的 只要你坚持正义 心中有光 你永远都是奥特曼 奥特曼是不会轻易说放弃的 而且我相信地球上还有很多小伙伴喜欢你的 赛罗师傅 谢谢你 我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做了 之后的泽塔奥特曼每天坚持训练技能 相信不久的将来 他的光之能量一定会回来的